嗨,我是怪兽妈妈 首先,我们感谢百红堂冠名赞助我们的节目 三分钟保健 希望通过我三分钟的分享 让你更加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还有你身边的人 三分钟保健由百红堂冠名赞助 百红堂出品必数加品 我们无时无刻都被细菌所包围的 这些外在的细菌 是可以通过杀菌,消毒,洗澡,洗手等等 来把这些细菌所杀掉的 这样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的体内也是有一大堆的细菌 可是这些细菌又不是可以喝什么消毒药水 来把它杀掉的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这样有什么办法把这些肠道内的细菌所杀掉呢? 其实我们可以增加我们肠道内的益生菌 来跟这些坏的细菌打架 OK,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BBC之前所做过的一个实验 它是将30个人分成三组 那每一组就喝不同的益生菌饮料 第一组,它就喝了市面上买得到的增加益生菌的饮料 第二组,它是喝引努力 第三组的就是喝自家传统发酵的酵素 叫做KEFRA的东西 好,十个礼拜过后,结果出来了 第一组喝益生菌饮料的 它的肠道就没有什么改变 为什么这样子的呢? 因为市面上所有的食品 在你还没有上架之前 它一定要经过杀菌消毒这个process的 益生菌饮料也不例外 所以它经过这个process过后 就把大量的益生菌都一起杀掉了 第二组喝引努力的 这一组人,它们的肠道内整体上是改善了的 为什么这样子的呢? 因为引努力就是益生菌的一种 你就问,什么是益生菌? 益生菌就是刺激我们肠道内已经有了的那些益生菌 给它营养,让它增长,以及让它代谢的 第三组,就是喝KEFRA的人 他发现他的肠道出现了一大堆的酵母跟益生菌 不过,它只出现了单一群种的益生菌或者是胶母 OK,看完以上的实验过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的身体是需要很多不同种类的益生菌的 同时,我们还要摄取益生源来增加我们的益生菌的活跃度 可是,益生菌又很fragile的,它很矫情的 它又不可以热到,又不可以酸到,又不可以被压缩到 所以其实我们吃进去的益生菌,到底有多少%是活的呢? 嗯,我下期跟大家讲,拜拜 本节目由The Secret James KF,场地赞助